何況是,何況是?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矣,好行小惠,難以哉。」 小惠,詩字也。言不及矣,則放辟携此之心知。 詩字,好行小惠。 言不及矣,則放辟携此之心知。 人心唯為,道心唯為,為今唯一,允職絕衷。 人心唯為,人的心毛病可多了。 《四樓上的天堂公司》 人心唯為,道心唯為。 人心唯為,道心唯為。 人心唯為,道心唯乃,應不及矣,則放辟携此之心知。 好行小惠,則行賢僥幸之機首,難以哉啊。 好行小惠,則行賢僥幸之機首,難以哉啊。 自棘手,難以栽,焉其無以入德,而將有幻也。 以前的廟口,一群人暫不久,群聚終日,好行小慧。 群聚不以善道,相切磋。 終日言不及於正義,尊好乘其小才智,小聰明,難為人,亦難為群。 或曰:「孔子此言,乃未當時之學校法,當時學校詳情,盡以不可知。 亦群聚不限於學校,孔子此言,歷史如見,壞人才害事,道其病非曉。 也知知識不可不申戒。 大家只聚在一起,大家只聚在一起,大家只聚在一起。 親朋好友、同學相聚。 若果只是親友相聚,也不算群居終日。 大家必然有事情要做,不會言不及意。 何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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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後來也玩出心得來了。 如果真是群居終日,言不及,好行小會,的話,是不可行的。 漢高祖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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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居終日,言不及,好行小會,同學,後來一久,大家能夠做點正事兒。 也不能說沒有的。 但是,不要繳這個信。 通常來講,人生就這麼浪費生命去啦。 盡量避免吧。 來,潘雨,你說。 您覺得,大多數人都是這種人嗎? 群居終日,言不及,好行小會。 群居終日,言不及,好行小會。 我坦白說,在農業社會還比較容易有,因為閒暇啦。 農業社會裡有很多人閒暇,尤其農賢無事的時候,可以群居終日,言不及,好行小會。 那,也會好行小會。 不過,以前稍微有一點制衡。 譬如說,我剛講廟口的這些人,其實,因為他在神明面前,不敢太怎麼樣。 有時候會不會出點這樣那樣的事情? 呃,或許有之。 但是,因為,其實是,如果人多的時候,又在神明面前, 我所知道以前的那種,老一輩的聚在廟口前面的一般來講, 大家好像不會出什麼太不好的事兒。 諸位的印象怎麼樣? 有些人比我,你們的印象怎麼樣? 廟口那幫人? 一般是,農業社會。 一般是,還好。 農業社會。 工業社會,其實大家已經不太容易有這樣的閒暇了。 共產社會。 所以,群居終日要有那個條件。 我們一般不容易群居終日吧? 如果是退休的話呢? 退休的話,也要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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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退休的一幫人,群居終日, 言不及一,好行小會,難以再, 不及一,好行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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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對於人生,是有很高的期待。 人往高處爬,總希望人能夠為事、為賢、為勝。 能夠一路往上走。 他對人生,是有比較高的期待。 難以再,難以再,沒什麼希望的就算了。 你不會のは生小是、勿isme的, 會否有關心的而。 因此,慣恰,不及多家。 不一定要期待於 QU Итак, Exhale,我如此孟依、為賢、在和復族之位。 那當然也會無照顧懷了。 那麼總之一號吾eny, 是她的老公正見沒有想一個其他人呢? 任何在於 morte降心的ASG heavens, 那麼你也是有無所謂的, 推home者向中渡 bı�去甩身, 就是ジaso地空中渾 ciertお乘滿労定了。 放彼邪子之心,心鮮腳印之機,熟。 放彼邪子之心之,行鮮腳印之機,熟。 卻親友相聚,不在此裂。 年富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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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君子一以為職,禮以行之。 迅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迅去生。 義者 知識之本,君子一以為職。 迅者 知識之本,故以為職幹,而行之必有結文。 結文是禮,禮以行之。 迅以出之,必予退訓,要謙遜,千萬不能高姿態。 信以成之,必在於成實,乃君子之道也。 因此亦已以為職,如職幹然。 職是他的幹,以為職幹。 成之,如職幹。 仁義 人與人在一起,這麽多人就有事宜跟不事宜。 仁義多,你如果只顧自己,就不義了。 你凡事老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這也就不仁了。 人與己兼至,人與己兼至。 作人不能只有自己,要顧到別人。 義以為之。 我們人生在世,不能只有自己,所以必須是義以為之。 私以為之,你到處都行不通。 義以為之,理以行之。 然而凡事要有理,這是很重要的。 在家中,不如說,你代人合乎義。 你代人合乎義,你代人合乎道義。 你代人合乎道義,你代人合乎道義。 人家替你做事,一定要給錢、要適當的待遇。 你代人合乎義。 你在公司裡,你替老闆做事,你拿了錢也該辦事。 你代人合乎道義,你代人合乎道義。 人與人有一個基本的道義。 人和人在一起 義 天下有理 人不一定會守理 要有結紋 要不來以為你沒事就可以去打擾人家 沒事就可以要人家這樣做 不可以 晚上、下班、不適當時 又不能去找人家 有各樣理 遜以出之,凡事必須謙遜,性以成之。 職,實職。君子以義為其行事之實職,諸子之本,故以為職,以其義為行事之實職。 下山之之之之之意,亦指事,禮以行之。 一切都合乎禮儀,謙遜,有信用。 這樣才能作好,君子在。 一切都合乎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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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曹操以定義儀,何曹操和有信用。 《你以行之,你以儲之,你以成之》? 仁義更根本啦! 仁義理之是有順序的。 仁義,人是最根本的。 有了仁,而後有益。 我心中有人,有他人,覺得彼此要互相互相。 我應該這樣對你,人與人應該這樣對待。 這是義。 義是比較合宜,一個適當。 做事情要合乎義。 我們不能說這個事情合乎乎理。 理是一種對待的方法。 理是一種對待的方法。 你不能去上了。 合於義的事,我待人接吾必須有理。 君子以義為之,以理行之,以理出之,以性成之。 是以理來規範這些言行,而是以這個遜訊來規範的言語。 比方說,長輩對晚輩也需要遜訊嗎?老闆對員工也需要遜訊嗎? 理會放在訊前面。 古文是非常精密的,順序一點都沒有錯。 義為之,沒問題。 理在前面呢? 其他人道仍然談判呢? 道德? 教主是示範後,正是招判的。 兼聖的直訊。 但不能虛到,你不像個老闆了,這不行。 你不像個老闆了,這不行啊! 老闆對員工說, 遜已出作,凡事實, 我請教你怎麼辦啊? 你看好不好啊? 我都對員工變老闆了,這不行啊! 老闆還像老闆, 君君臣臣,復復之志。 所以,理要在遜前頭啊! 老闆也不能太驕傲, 老闆如果說,擺個高姿態, 你們是什麽玩意兒呢? 你亂罵吶嗎? 老闆比請喘, 老闆是反身嗅的選奠。 老闆承邪及復配的謙遜, 則是反撲不已薪 ghee邯遜 性已成之 罪勘以成之。 《順序》 《義以為之》,《理以行之》,《遜以處之》,《性以成之》。 《要事蹤和地道》 《的彼此》 《的理性格》 《堅持》 《草卻》 《程序》 《的年齣》 《施工》 《摸《璋城》 《封鎖》 《滅派》 《因此》 《源天穎》 《的皇帝》 《復仁》 《佩生》 《結晃》 《鄙宇》 《佩生》 《何事》 老實問一個問題,就是假設一個情境,您說這個順序是 這個順序非常重要,人在意前,對不對 就假設說,比如說明朝末年的時候,後晶結始於遼東 那個時候,這些師大夫們,他們去真遼想 您覺得,真遼想這個事兒,我覺得肯定是不人的 但是,為了忠君,為了忠孝結義,他又要去真這個遼想去領域後晶 那您覺得,他到底該真遼想的,還是不該真遼想的 後晶崛起,作為明朝的編幻 從大處來講,朝廷的錢實在不夠用 朝廷的錢實在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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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該做的做了 非得要真,也只好真 明朝末年世代夫時的天oring 民眾業之後的土匪,寇亂就越來越多。 古代的國家,肉食者謀之。 如果國家用度真的不夠,那你要真想,當然該真想嘛。 不能說不仁,事情要從大局看。 但如果說我自己家裡轉的都是錢,然後我還去壓榨老百姓,那自己就不仁了。 老師,因為我最近在讀明末的歷史,我發現那些農民軍好像比很多士大夫更有仁義之心。 因為我發現很多民軍,民軍的將領或者士大夫,他們直接就辯解了。 就是後京入關之前,農民軍跟官軍打,後京入關之後,農民軍變成了民軍,那個民軍。 和以前的士大夫變成了親群。 是這樣,是這樣沒有錯。 就是我覺得,可能更多那種普通的人民,他們會比那些士大夫更有那種仁義,忠孝敬。 是這樣子。 我跟您講,這個名末的很多士大夫,也變成群聚終日,言不吉義,好行小會。 聚在一起幹嘛?聽歌,看戲。 徑聚中,言不吉義,好行小會,難以宰。 人過這種日子之後,就沒什麼忠孝結義了。 反而農民嘛,反正一雄二白,只是你誰欺負我就打誰。 凡事是必須看實際的人。 平常就過了奢侈贏的日子,然後親人來後就投降。 他本來就這麼有德性,包括前千義最有名的,當時是為斯大夫的領袖。 柳如是勸他,說你該投水吧。 他說水太冷,傳為笑談。 千古笑談。 前千義還了得。 好日子過慣了,水太冷。 農民不會講出這種話來。 人,說實在的,奢侈盈毅的容易。 要堅持節操,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最近有一個前大陸外教官,寫一篇文章,說奮侵誤國的事情。 也特別講到宋摩跟明末。 先是要借蒙古之利滅寮,滅金。 借蒙古之利滅金。 雖然金跟我們算是嗜醜,因為有靖康之恥。 雖然金,說拿穌? 借蒙古於焛其梗了副枝的事太大陸。 於是結果, Hoje有個邀請了打道 。 聖濟蒙古籉有禹經 psychologist,說自家地財在譚"! 狐的歌、姆貴縫武器串汦科都不MM、盜辅金。 譚教人在 Keynote,抲鷹不訪薦书干臲! 哈łych juddai,說自家 Eck丁小冊,穩守,賊 burns 沏輩p。 殘若塁,說要保抑了自己的 samo Paci 喔! 然後會告 Bookish 回答OLAQ varied party. 我們在北方還沒有站穩,我們大軍去攻蒙古,神經病啊,揣著自己的精良,全軍覆沒,等著蒙古來收復了宋朝,後來收復了宋朝,這句憤親呢?集體投降,王八蛋! 十從節乃賤,一一垂丹青。疾風之淨草,板蕩世忠臣。 大陸上,現在也是憤親外交。 我看情況比以前更糟,以前好歹讀聖賢書,還有幾個撐得住的。 現在只是喊而已。 要真的打起來了,不是那麼回事了。 歷史可惟陰鑑。 如果毅華人過了,就是在世世,大夫人過了,很有學生。 只有inqu義,我們一無故,也不得不得。 平常我發生了,只是過著乎,就是지를尋可不穩。 大夫人平常因為有一個人。 我們也不必抱希望呢! 見你平常是住了不得好日子。 如果毅華人過了是定義的問答復,我們不必抱期待。 我們不必抱期待。 華人到時候會較為留宋朝,我們不必保期待。 每天平常,每天才高標準,每天才高標準,每天才高標準。 自古以來,真如不多,但不能不這麽教,只好大家還比他一個標準。 否則,不行啦! 威敬南美朝 從朝廷到百官,極其腐敗,老百姓都變成農奴。 非常可怕的日子,那個日子不能過。 法家,法家也不行,就殘民一成。 墨家是很理想的,不過墨家從來沒有實現過,沒有辦法。 好,還有其他問題。 好,艾潘音,你說。 我問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 你今天提到一些,儒家怎麽看待自由呢? 因為我個人在韓國和歐洲的荷蘭都是我。 然後我明顯感覺到,荷蘭比韓國自由很多。 我甚至回國之後,我覺得我在國內也比韓國自由。 我覺得韓國那種等級,那種倫敵吧。 然後,比如說,一個人比另外一個人大於一歲。 即使他執病也大於一歲,他就成了你那種家長一樣的感覺。 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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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兇! 審核 沒有自由亂用 中國大陸是既非法治,又非傳統的理治,所以人就自由了嘛 中國史上所沒有,也是人類史上所沒有的狀況 人與人的基本相處方式,但是也變掉了 既非傳統的倫理和理治 理以行之,遜以出之,性以成之,都沒了。意以為之,恐怕也不太成立 也不會理以行之,遜以出之,性以成之 如果既無,並沒有真正的法治,也沒有傳統的理治 法治 以黨為主的社會主義的法治 他已在企圖不斷地立法 中國人天生不太守法 自古以然 而不是說今天 中國人是以理為主的,不是以法為主 法是沒有基礎跟傳統的 才相搜守法 家人osi 不太守法 他們是真守法 從古水裡頭 這些是真守法 有幾千年培養成的 真守法 他們要不守法就可怕 但是 他們是另外一種人 所以 這個很麻煩 這沒有辦法展開 這也不宜多說 今天是個大困局。 但是,也絕對沒有辦法回到傳統的道路。 這些民國時期的重要的人物, 無不再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他們成為民國時期的大人物。 那今天,當然很多時候因為政治的緣故,大家不太能夠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按照我們近代學術的正軌的話, 我們應當繼續努力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做學問也希望能夠監通中西,想要對這個問題有所釐清。 以經有的要看清楚。 未來怎麽樣,很多事情,就算看你之後,還是要實驗。 但至少,你知道,比他不會走那麽多錯路。 譬如說,在我來認為,中國一定要恢復儒家。 如果不恢復儒家的話,中國人是既無道德,又無倫理。 一個既沒有道德,又沒有倫理的社會,你要奢希望他守法。 那本來就是天方夜談。 更何況,中國自古以來就不太守法。 你抓得到我就守,你抓不到我幹嘛守? 一般人這個心理,就更難。 他沒有這個真正的守法的意識。 所以,這要怎麽去建立那個秩序? 理也沒有了, 倫理也沒有了, 道德也沒有了, 法又不太守, 那搞什麽? 關閉的官僚系統越龐大,對於人性的扭曲必定越甚。 因為凡事必須養成喪意,凡事必須拉關係。 就是靠儒家倫理啊,幾千年來靠這個東西,今天沒有這個東西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未來,難道一切未來就靠黨跟法嗎? 這個很可怕,來,何超,你說。 儒家的倫理基礎是泛家族主義,是在一個大家庭中的。 現在的家庭,大家庭已經結散了,都是小家庭或是不婚家族。 儒家這個倫理,他還能恢復嗎? 他還能再成立嗎? 儒家的倫理是從家族出發的。 而且一開始跟宗法制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到了小家庭的時候很容易出問題,為什麼呢? 就是小家庭,第一,人太少。 這個父母的,因為往往是因為戀愛結婚的話, 他比較看重的是兩個人之間的搭配。 而不是說,人跟人之間應當有的一種合意的關係。 在這個情況底下,每一個小家庭,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五花八門,無其不有。 生出來的子女,也是無其不有。 儒家的倫理確實是岌岌可危。 因為整個世界的家庭都在崩毀之中。 我們會走上這條路子,因為是學的近現代的西方。 西方人的家庭制度已經快崩潰了。 不要說家族了。 他能夠維持穩定婚姻的人, 基本上在歐洲大概是六分之一以下, 在美國可能四分之一以下, 在美國可能是四分之一以下, 美國好一點,我沒有缺切的數字。 我一般得到歐洲是, 穩定婚姻的維席是非常困難。 我們不能再走西方的條路子。 我個人是認為, 家比愛情重要。 一般人的愛情重要。 人可以不見得, 很少人能夠享受理想的愛情。 坦白說, 如果你要調查一下, 真正有一輩子能夠擁有理想的愛情的人, 大概只一百個沒幾個。 但人人都一般來講, 絕大部分人需要有家。 所以我們近百多年來, 被愛情至上一切都要兩個人如何情投意合的觀念, 而不是說, 不要追求愛情, 而是說, 要重新恢復家的價值。 如果說, 我們慢慢頭腦比較清楚, 知道說, 絕大部分人, 不是要求每一個人, 你可以不成家。 絕大多人需要一個家, 重新恢復家的價值的話, 我們如何穩定家的價值呢? 那家的價值, 就不能只是建立在, 兩個人就是八先過海式的搭配。 只要我們高興, 不行, 家必須是要有一定的義的。 家要能夠成立, 必須要有人有義有理, 有志有性。 沒有人以理之性, 家很難維護。 所以穩定的家, 是建立在兩個人之間, 要有人以理之性。 我坦白跟主委講, 否則很難, 也就是說, 不能說, 只是我們兩個人高興。 這個不行。 小家庭是危險的。 小家庭是危險的。 我建議要有那一種, 網絡式的家族關係。 不是傳統的家族關係。 傳統的家族關係, 是一種比較精緻的家族關係。 新賢家族關係, 是網絡式的比較平等的。 小家庭的存活, 在養老跟育幼上面, 其實都是很困難的。 所以, 因為育幼的時候, 兩個年輕人育幼, 非常非常辛苦。 養老也非常非常辛苦。 尤其如果沒有外勞, 你簡直要完蛋。 因此, 我建議建立這個小家庭之間, 和人家人之間的連結。 網絡式的連結。 那這種連結建立在什麼上? 還是要仁義理智性。 所以, 你可以說這是我的空想吧。 但如果不這樣的話, 我還真不知道華人社會未來怎麼辦。 就像歐洲人到今天也不知道, 如果沒有上帝, 他們要怎麼辦? 沒有上帝, 他們整個的道德基礎崩潰掉。 倫理的基礎也會隨之而崩潰。 那我們的話, 沒有對於家跟網絡式的家族關係的重新肯定的話, 我覺得我們會崩潰掉。 我的回答只能是這樣。 那我也沒有其他的回答。 如果都崩潰掉怎麼辦呢? 大家日子過不下去, 會集體性某一種教吧? 什麼教我就不知道了。 生存入, 行好其他聽潔, 以及耍、 十幾岩、 人生就會召喚 cyan。 人生會變的非常的憂숙。 aint provide N我們將審戀的名稱。 十幾岩、 九岩壹。 清智樂、 收集 Clara kisses at friends of the cake, 很冷 又孤单 又寒冷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 还有 紫竹林 小熊猫 老师我想问问看您 宋儒的那个鸣包骨鱼的精神 他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 宋代的家庭已经开始变小了 但他会把所有的同胞 我当作是自己的亲人 前称父,昆称母 愚之妙焉,乃混然中楚 宋朝初年 这些人 聚中收族 因为 晚唐五代以来 家族受到 战乱的极大的破坏 那他们就深感 这个事情 对于中国的整个的伦理 社会跟政治都非常不利 所以 宋朝初年的这些儒者 都纷纷提倡聚中收族 后来未为风气跟运动 那么大抵而言 从明清之后 这个东义就发酵 大概从1600年到1800年 中国有一个家族复兴运动 而且是从 社会的政治的上层开始提倡 所以明清的家族 就恢复得很强盛 这是当社会的家族 已经不够的时候 一群人开始提倡 那更深层地讲的话 其实宋以下的家族的规模 已经比唐以前要小很多了 但是他们就发挥这个意思 那我可以进一步跟诸位讲 也就是说 这个意思其实从另一方面 也补强了中国社会的 那个不稳定性 怎么讲呢 就是宋以下的社会 因为他的家族规模变小 这些家族在地方上的 那个维系地方秩序的能力也变差 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家都提倡 聚中收族家族意识的时候 他们彼此的关系会增强 那我们的研究显示 这些不管是中央或各地的家族 都大量的联姻 他们之间的 都是亲戚关系 所以就形成我刚刚讲的一种 网络式的一种 家族亲友的关系 所以就变成一群 世代夫管理地方 夏儿管理地方 尚而管理上层政治 所以这一种 范家族式的意识 就影响到全面的 从宋元明清底下的中国的社会跟政治 原朝当然上层不太行 不过社会上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中国社会靠这个维系 不管上面的政治 或下面的社会 所以中国社会 是要恢复家的意识 这个家 当然比以前要自由平等 不能像以前那样 因为以前是农业社会的大家族 那个里头是比较金字塔形的 现在要扁平式的 但是 没有那样 像以前老大爷往那一坐 说打谁就打谁 说就打谁 不能再这么干法了 时代变了 要比较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 独立性 但是 如果按照中国社会的常规的话 宋元明清以下的社会 本来已经是一个家族 规模 先开始缩小 后来到1600年之后 又开始放大 但是 到了清朝 大概到1850年之后 1800年之后又变小 为什么变小 因为每个人的平均持有的 土地变小 开始 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每个人平均土地 十分不足 所以很多人必须要离乡背井 因此家庭又变小 所以因此 当家族又变小 家族又变小 你要用其他东西来取代 不再是唐乙写的面貌 政治史 社会史 伦理史 思想史 中国是会要安顿 家的意识少不了 中国人 国家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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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是我們家,即使中國人,夫人離不開這一套。 中國人離不開這一套,華人離不開這一套,即使離不開這一套,未來就被解放了。 我們覺得未救,坦白說, 我想不出其他的方法。 何昌,何昌,何昌? 何昌,何昌,何昌? 何昌,何昌,何昌,何昌? 何昌,何昌? 何昌,何昌? 傳統的家族主義是金字塔形的,所以說它有一個權威,它能有這個權威,去分配家族中的利益,但是您剛提到的網絡式家族的話,它會有那種權威,它應該沒有那種權威,然後它如何去分配他們這個網絡式家族群體中的利益呢? 這個網絡式的家庭不太需要分配,因為它事實上網絡式的前提就是每一個小家庭,每一個核心家庭,它是自己作為結算單位的,它不跟別人作結算,只是大家之間互相幫助而已,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 《家庭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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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建立一個長期的互助的關係 那我是建議,這種關係多一點,你的孩子會養得比較好,你的老人也比較有希望,可以多到一點幫助 我是這個意思 來,賀斌,你說 老師,您剛才說到這個自由和平等是很重要的在現在,可是我跟他們歐洲人交流,我認為好像這個自由平等反而是很大的解構了家庭 他們這個理念,是這樣沒有錯 前兩天我才跟他們一人聊,他們認為現在婚姻制度是以前宗教遺留下來對他們的壓迫 所以這二者怎麼來平衡呢,就是以後既能綁成家庭 中庸之道嘛 就是很多不平等嘛,對吧 本來天生的,比如父母跟孩子之間,他不可能像朋友之間那種平等 但如果現在他們,我之前說過,他們都是好像以朋友這一輪來代替其他的那些 那個是不行的 對,也是不行的 他們那樣下去會完蛋的,我跟你講 歐洲人那樣下去是保證完蛋 我們千萬不能學那條路 我們千萬不能學那條路 我們千萬不能像以前那樣威權 要比較多的自由平等 你要聽清楚 換言之 至於這個分寸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們的心會告訴我們的 人的心會面 心要保持一個溫暖 靈敏的狀態 就是人啊 他自然會告訴你的分寸 以前家族為什麼要這麼樣子嚴 這個老大爺 有時候要很嚴格 因為人多啊 人那麼幾十口,上百口 人,他不嚴還了的 底下都造反 非要嚴不可 現在你們家裡就三五個人 你幹嘛咧 他自然嘛 小孩子沒事當然就騎到爸爸頭上 那就騎一騎也無所謂 但是 父親總之有父親的威嚴嘛 是不是 這個 不是 當然不是像西方那個路子 所以我跟你講 二一天作武最好 我就覺得 中國傳統跟現代西方 加起來 二一天作武 很多事情可以解決 這樣 這樣明白我意思吧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